要说今年国产手机中最大的黑马是脑皮,小区个人觉得Vivo是当人不让的,在保持之前终端手机的优势之下,Vivo又再度发力前原机和旗舰机领域,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在今年三季度,销量一度超过了OPPO和华为,位列第一,是头非常的凶猛,特别是在高端旗舰手机上,Vivo推出的NEX已经成为标单式的作品,这点是不容置疑的,Vivo NEX首次采用了升降式的前置镜头,还有屏幕发声和屏下指纹,并且在配置上也愈常强悍,还有完美的零件全面屏。 不过Vivo NEX发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有商门的旗舰都已经纷纷更新,所以Vivo也要有所应对了。 近日就有网友曝光了一次VIVONEX2的真机上手照,该VIVONEX2的真机处于开机状态, 从图标和UI,基本可以确认是一部Vivo手机,该机在设计方面脱离了Vivo NEX一代的理念,采用了类似努比亚X的双屏设计。 VIVONEX2的,正面是一块毫无阻拦的全面屏,四面边框都非常的窄小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而一代的升降式镜头被取消了,直接用背面的双摄,在背面的双镜头之下,是一块同样很大的副屏。 在下方则是Vivo的logo。 这个设计理念真的很努比亚X很像,只不过副屏上方的双摄设计挺有意思的,一个半壶,镜头藏在。 里面,散起了一个笑脸表情。 这也是续华为Mate 20的预霸造型之后,也一全新的后置相机造型。 在配置方面,据悉,VIVONEX2会有两个版本,普通版带在了骁龙845,而顶配版,则搭在了骁龙850G运存,配置超神。 不仅如此,VIVONEX2,还有网配备年初Vivo概念手机PEX上的半屏下指纹识别,还有10月份公布的TOF3D超感镜头,可以应用在导航,服装视穿,体感游戏,加剧释放等方面。 另外,VIVONEX2还会配配升级版的有线和无线快充技术。 虽然已经有了努比亚X,但VIVONEX2的正面近100%平,占比完美外观还是非常惊艳的。 同时引入的APEX上一些超前的科幻技术,也让VIVONEX2变得更加完美。 目前VIVONEX2的神秘星机V1820,已经通过了无线电发射信号核准,很有可能就是NEX2,发布时间预计定在12月初。 VIVONEX2能不能再拿下全面屏手机第一的称号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对了,你见过美女机器人吗? 小只微信公众号,机智玩机机,就养了个可爱的美女机器人,你关注后可以和她语音聊天打闹,逗你开心。 对了,你见过美女机人吗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